第2107集 咦 七杀鬼刀 不错呀 不错 一个中年人突然出现在墨隐的身边 这中年人正是破军 他暂许地说 看来这鬼头大刀吸收了不少的怨魂 杀气很重啊 正是大不知我 你是谁 墨隐吓了一跳 他本能地向后退了几步 按理说以他的实力不管是谁 只要进了自己的身 他就应该会有察觉的 但是七杀出来的很莫名其妙 他居然没有察觉到一点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对你手中的刀感兴趣 破军右手一伸 把墨隐手中的大刀收入手中 本来墨隐紧紧地抓着手中的鬼头刀 戒备着对方 但是破军取他刀的时候 他居然没有一点反抗的能力 破军就那样轻而易举地 把他手中的鬼头大刀给拿到了自己手中 就好像是取一件掉在地上的东西一般 你是什么人 把鬼头大刀还给我 墨隐心中更惊 本来他就从破军的身上 嗅到了一丝不寻常的气息 再加上对方显现出来的实力 太出乎他的意料 所以他现在对破军很警惕 不错 真的是很不错呀 破军不住地端向着手中的大刀 他右手试过刀锋 然后他突然仰起头大口一张 硬生生地把这把大刀给塞入了口中 然后脖子一伸 就那样硬生生地把他给吞了下去 墨隐心呆了 他目瞪口呆地看着破军 把自己那柄十分巨大的刀给一口吞下去 然后满足地扶了扶肚子 大了一个阁 吐出了一把刀柄 这他娘这算什么 这是马戏团表演的空口吞大刀吗 他妈的这也太儿戏了吧 这还是人吗 他怎么能做到一口把一柄大刀给吞下去的 嘿嘿嘿 谢谢啊 真的是大不知物 破军哈哈大笑 笑了半天他才想起来问 哦 阁下遵兴大名啊 不好意思 毁了你的刀 你留个名字 等以后我有了 我再还给你 你看怎么样 墨隐盯着破军 然后他一个转身迅速地逃着摇摇 你这人怎么跑了呀 破军一副不解的样子 难道他说了什么不对的话吗 哎呀 先生刚才表现得太过强势了 吓到对方了 老鬼苦笑了一声啊 本来他是做好了和对方大战击败回合的准备的 但是破军的出现 让这一切都显得有些戏剧化了 他又不用拼了 那家伙被吓跑了 哎呦 太弱了 真的是太弱了 可惜啊 现在的我始终没有办法恢复到自己最巅峰的时代 如果我能恢复到巅峰 这些东西一口气都能吹得他们七零八落的 先生请放心 只要跟着老板 我相信先生一定能恢复到巅峰状态的 老鬼笑了笑 不动声色地派了个马屁 嗯 你的孩子 选个时间 我再开一下方便之门 送他去轮回 不过这一次不能出意外了 毕竟我现在的力量不够 不可能无限制地送他去轮回 下一次做好准备 破军对乌云说 好的 谢谢先生 我下次一定会做好准备 乌云微微地点点头 一路奔逃 莫隐整个人都不好了 直到发足狂奔了数十里 他回头看看 发现那个怪人没有追过来 他这才放下心来 真的不知道对方到底是什么来历 居然能一口把他的鬼头大刀 给吞下去吃了 只有莫隐自己心里清楚 那把鬼头大刀到底有多厉害 可以生势魂魄 而且是以乌云之缸 所住的 十分的坚硬 可是那个怪人 居然像是啃糖豆一般 把他的刀给啃了 这让他心惊胆战 还有老鬼 更是让莫隐感觉到害怕 老鬼的实力在木家 只能勉强地当个看家护院 他也就比起 木月小姐身边的保镖 要强那么一点 木月小姐是做生意的 而他们这些修行之人 又奇奇怪怪的 不宜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 所以木月小姐身边的保镖 都是一些普通的退役军人这些的 可是老鬼摇身一变 却从一个黄街的舞者 变成了几乎要突破天境的存在 当然这是莫隐自己心里猜的 这让莫隐的心里有些心慌啊 他不知道老鬼到底是遇到了什么机遇 他的修为为什么可以像是 做了火箭一般的蹭蹭蹭地上涨呢 浮在一棵大树上 穿了半天的粗气 同时也想了半天 但他还是没有想明白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让你做的事情 做完了吗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冰冷的声音传了过来 莫隐吃了一惊 他连忙直起身子 转过身微微的一躬 木月小姐 我 我 我失手了 失手了 一身正装的木月眉头不由自主地皱了起来 莫隐 你可是我们木家看重的人 爷爷在你身上 可是花费了不少的心血啊 你怎么连这一点小事都做不好了 对不起 小姐 是我的错 这一次的确是我失手了 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保证 不会有下次的 哼 下次 现在的世道变了 人心不古 所有人都只顾着自己的利益 不懂得感恩 老鬼也好 乌云也好 都是受了我们木家的恩典的 可是他们最后做出的事情 是什么事情 他们选择背叛 小姐 请放心 我发誓 我一定会除掉那些人的 这些年来 木家对我的栽培我都记着呢 可是 老鬼从一个小小的黄街舞者 突然三连跳成为了天静的高手 你就不好奇 他有什么奇遇吗 他有什么奇遇都与我无关 我只知道 他是木家的叛徒 只要有机会 我一定会带着他的相声人头 来见小姐的 是吗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你可以发誓 木月笑了 他走进了墨尹 冷冷地说 你记着 你生是木家的人 死 是木家的鬼 我记得 墨尹的心里有些发毛 因为墨月距离自己很近 他几乎是贴在自己的身上 不知道为什么 墨尹想起了老鬼的话 自己等人对于木家的人来说 这就是肉猪一般的存在 等自己等人成长到了新的高度之后 他们就会毫不犹豫的 把自己等人一口给吞掉 而现在他距离自己这么近 会不会 正在他疑惑的时候 墨月突然动了 五指成爪状 一爪击在了墨尹的脑袋上 你干什么 墨尹残交了起来 一直以来在他眼里 都是普通人厥子的墨月 这个时候突然变了个样 他双眼赤芒皱线 头发无风自起 而且他抓在自己脑袋上的右手 就像是有着极强的犀利一般 将自己的元气源源不断地抽走 他感觉自己的身体里面的血液 几乎都要被抽干了 而且气海里的元气 以极快的速度在减少着 你怕是没有听说过 一行不行的修行吧 我们墨家给你们功法 给你们天才地宝 供你们修行 但待你们修行大成之后 是不是需要反哺我们呢 墨月的声音在这一刻也变了 他头发飞散 壮若疯子 原来 原来老鬼说的都是真的 你们墨家是在养猪 我们就是任你们宰阁的 墨隐私声大吼 他想摆脱沐浴的控制 但是现在他浑身上下软绵绵的 一点力大也用不上 他只能任由墨月摆布 他说的什么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你已经快熟了 墨月说着右手一用力 力道更重了 他悠悠地说 这天下 怎么会有免费的午餐 我们墨家既然培养了你们 那么就有权收回 给予你们的东西 安息吧 来世 你会有一个好归宿的 墨尹惨叫着 他的身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迅速地干净 片刻以后 他的身体只剩下了 缩成了很小的一团 右手一挥 像是甩垃圾一般的 把他从自己的手心里面甩开 墨月恢复了原本的样子 他不再看墨尹一眼 转身离开了这里 墨尹的尸体被风一吹 迅速地划成了结灰 然后随风而散 他留在这个世上 最后的一点东西 也化为了飞灰 就好像是从来没有出现在 这个世界上一般 叶好轩发现 他越来越喜欢这个世界了 因为这个世界上的天才地宝 实在是太多了 一些在原本那个世界 极其珍贵的东西 在这个地方 只要是花够了钱 就能买得到 而且现在盲山市场 完全由他控制 自从佛陀死后 他身后支持的势力 又被叶好轩连根拔起 而且随着叶好轩的实力 日渐增长 这个世界上 能威胁到他的人 似乎不多了 这天 许轩神秘兮兮兮地 联系上了叶好轩 他告诉叶好轩 单炉的材料已经有着落了 那个顽固的老头子 本来是抱着必死的决心 和叶好轩杠的 他不允许超负荷材料流出去 但是 当叶好轩让他吃的药效果过后 他又开始了痛不欲生的生活 终于 在生与死之间 这个固执的老头最终 还是选择了生物 他也想通了 科研还需要他继续研究的 如果他的命都没了 那他辛苦研究的成果 就会停止不前 所以 他只有选择妥协 不错 这一次 单炉改进一下 按照我所给的图纸去做 至于功能 可以不用那么多花哨的功能了 叶好轩笑道 现在的叶好轩 跟以前不一样了 叶好轩现在是拥有 单火了 他可以不借助电力来加热了 单火的威力十分的强大 不是电力所能比拟的 好 你放心吧 这一次找的工程师 全是从老头那里面找来的 他说他的材料 只有他的工程师 才懂得如何去用 不让我浪费了他的材料 不错 这老头真的是开窍了 如果他早点这么做 也不至于会吃那么多苦吧 叶好轩微微的一笑 单炉的事情 他算是放心了心了 有那个老头的工程师出马 打造出来的东西 肯定比上一次更加的完美 是啊 我都没想到 这老头以前在圈子里 那可是出了名的老顽骨 十股不化的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一次 他会这么配合 行 他配合就行 我也不亏待他 药你给过他了吧 让他先用着 单炉好了之后 我再打造出新药给他 效果绝对比他这一次的效果更好 没事 药我已经给他了 他的命总算是保下来了 现在生龙活虎的药区实验室呢 损失了这么多材料 他要再弄回来 这老头真有意思呀 没想到他还是个工作狂呢 叶浩轩忍不住笑了 这老头确实是搞笑 是啊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以为这老头 是一个难对付的角色呢 可是没想到 他药效过了以后 第一时间就派人找上门来了 态度极其的诚恳 真的有意思 但陆需要多长时间 才能设计完成 应该还需要一周 这一次老头的人亲自操到 效果应该会不错 你放心吧 这老头的工程师 水平比我找的人高了去了 这可是御用的呀 明白 不过 我怕这老头在这上面动什么手脚 东西弄好之后多检查检查 没问题 谢谢你的咖啡 叶浩轩笑了笑 许轩和他是在一家咖啡馆里面碰面的 啊 他站起来道 单笼弄好了 第一时间通知我 我要试试单火到底怎么样 好的 你放心吧 会第一时间通知你的 许轩向叶浩轩回回首 你去忙去吧 我在这里再坐一会儿 嗯 叶浩轩点点头 他站起来就要离开 但是他刚刚迈出一步 就愣住了 他双眼死死地盯着一侧的一男一女 男的似乎是某个公司的高管 穿的衣服是人模狗样的 而那名女子正在向他推销着什么东西